中国军力快速扩张 在多个实力指标上将很快超越美国海军 如果中国继续以目前的速度扩大舰队 而美国未能振兴自身的造船业 中国在一场国际战争中取胜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尤其是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国战争中 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一个更加自信 更愿意投射力量 威胁较弱小邻国 无视美国遏制的中国 美国海军主导地位的缓慢丧失 将很难逆转 这一进程跨越几十年 根源在于缓慢变化的经济和产业趋势 但美国仍可通过投资小型水面舰艇 如护卫舰、护卫艇和无人海上系统 并配合替代平台 如舰载机或陆基导弹 加深与日本和韩国等太平洋国家的伙伴关系 并加大国内造船业 特别是高度专业化的潜艇工业的投资 来维持优势 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力量 运营着234艘战舰 而美国只有219艘 中国战舰的计算 包括所有已知的、在意的、装备导弹或鱼雷 排水量超过1000吨的有人驾驶舰艇和潜艇 其中包括最近移交海警的22艘导弹护卫舰 但不包括海军运营的 约80艘装备导弹的小型巡逻艇 经常被引用的 约290艘美国战力舰艇的数字 包括了后勤和支援舰 其中美国拥有126艘 中国拥有167艘 这在战争中提供了重要的优势 最近一项研究得出结论 在28场历史战争中 舰队规模较大的一方有25次获胜 与历史上的对手一样 中国的舰队规模可以承受比美国更多的损失 并继续作战 在最近的一场虚拟推演中 中国损失了52艘主要水面战舰 而美国只损失了7-20艘同等舰船 即使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 中国在水面战舰数量上仍然超过美国 能够继续海战 美国在导弹巡洋舰和驱逐舰方面仍保持优势 尤其是驱逐舰 作为现代舰队的主力 凭借多用途性能、速度和航程 在制海拳投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美国的73艘驱逐舰使其能够比中国42艘驱逐舰 更有效地控制海域和投射力量 但中国正在迎头感上 从2003年的20艘增加到2023年的42艘 几乎是原来的两倍 中国近10年新服役的驱逐舰有23艘 而美国同期只有11艘 中国自2017年以来也下水8艘新巡洋舰 而美国自2016年以来为下水新的巡洋舰 然而美国在巡洋舰和驱逐舰上有优势 但中国在护卫舰和护卫艇方面有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这些小型舰艇发挥了关键作用 用于护航、舰队护卫和雷达前哨等 在现代战争中 他们可能扮演类似角色 在印度洋、太平洋沿岸海域对抗敌舰 或执行海军战略家们目前尚未设想到的其他任务 美国海军似乎意识到 自己在较大型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上的投资可能过多 美国海军高级人员的声明强调 需要迅速增加护卫艇的生产 美中两国也都在寻求发展比中国现有最小护卫艇更小 可携带武器的水面和水下无人系统 小型舰艇虽然不如大型舰艇强大 但可以更快、更多地生产 美国的伙伴可以帮助克服中国在数量上的优势 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4艘巡洋舰、34艘驱逐舰、10艘护卫舰和4艘直升机航母 其中2艘将很快能够起降F-35战斗机 韩国海军则拥有3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16艘护卫舰和5艘护卫艇 如果任意国海军与美国携手作战 中国海军就将失去数量优势 但有效整合美国和伙伴国海军力量颇有难度 而这些国家是否会与美国并肩作战 也已超出美国国防规划者的控制范围 因此 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加强美国的伙伴关系 也需要扩大美国海军自身实力 中国在造船生产力上的优势 也反映在中美现役舰船的相对使用年限上 中国约70%的战舰是2010年后下水的 而美国海军仅有25%的舰船是2010年后下水的 中国的新舰虽然未必就优于美国舰船 但据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2020年的评估 中国舰船的质量已越来越接近美国水平 中国的舰船生产能力远超过美国 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的评估指出 中国拥有的大型商业造船厂数十家 生产能力都超过美国最大的造船厂 一份解密的美国海军简报显示 中国的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30倍 中国庞大的造船业在一场持续数周以上的战争中 将为其提供战略优势 能够比美国更快地修复受损舰艇或建造替代舰船 而美国不仅面临严重的维修维护积压问题 在一场大国冲突中 很可能无法快速建造大量新舰或修复受损战舰 虽然未来十年 美国在增加造船能力方面可能面临无法逾越的障碍 但它或许能通过与日本和韩国的关系 来一定程度上减少与中国的差距 据统计 2023年 这两个美国盟友分别占全球船舶 交付量的26%和14% 美国海军计划在2025年开始 以试点方式在国际造船厂维修舰船 这可能有助于减少维修维护积压 但由于美国法律限制 利用外国造船厂实际建造美国军舰的可能性不大 唯一的长期答案或许是实施一项 为期数十年的产业战略 来支持美国整体造船业的发展 这种庞大的造船能力意味着 只要中国的经济和人力资源体系能够支撑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也认为 这很重要 扩大海军规模就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特征 人民解放军海军最终会壮大到何种规模上无定论 因为与美国不同 中国没有公布造船计划 美国国防规划人员应该预计 中国海军将继续扩张 在舰船数量、型号和火力上可能会加速增长 美国海军及其他同盟国海军力量所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纯粹的数量只是战斗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真正的战斗力是军队能够在战场上投射的破坏力或干扰力 尽管美国海军在诸多方面保持优势 但人民解放军海军正在赶超美国海军的一个重要海上力量指标 垂直发射系统VLS单元总数 这种先进的导弹发射装置允许舰船发射各种导弹 从反舰到对地攻击到防空导弹应有尽有 目前美国海军在其水面作战舰艇和潜艇上 共拥有约9900个VLS单元 而人民解放军海军只有大约4200个 不过人民解放军海军同时还运营152艘仅装备传统导弹 或鱼类发射装置的战舰外架 大约80艘装备导弹的巡逻艇 而美国海军只有81艘此类舰船 中国正在迅速追赶 2004年时 美国舰艇的发射单元数量是中国的222倍 而现在不到三倍了 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 到2027年 中国的发射单元数量将超过美国海军 这意味着中国海军将能够发射更多先进导弹 从而更好地对舰船或陆地实施精准打击 并防御敌方导弹或航空器的攻击 增加配备VLS的舰船 并非投射海上火力的唯一途径 陆基发射装置 航空力量以及无人系统 都将在中美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 美国可以通过进一步投资自主系统 在关键地区增加陆基力量部署 解决在海上重新装载VLS单元 所面临的艰难技术难题 也可能大大帮助美国保持火力优势 因为这可能相当于 为舰队增加2016个VLS单元 使VLS火力提高20% 最后 美国还可以加大对高质量导弹 如远程反舰导弹 战俘是海上打击导弹和高超声速技术的投资 以获得质的优势 并限制中国在弹药储备方面的优势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在舰船数量上的优势 被美国海军更大型舰船的优势所抵消 由于较大型舰艇能够航行更远 携带更多武器和支援系统 美国海军在排水量上的优势意味着 在海上作战能力方面 它仍然领先于中国 不过 美国优势的程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航空母舰在海战中的实用性 美国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约占排水量差距的90% 但航母在军舰对抗战中的实用性仍存在热烈争议 如果航母在现代海战中价值不高 美国在排水量上的优势将大打折扣 而根据近年扩张速度 中国可能在不到10年内就能在巡洋舰 驱逐舰和护卫舰的总排水量上赶超美国 只要航母和海军航空兵力仍占主导地位 美国在排水量上的优势就会转化为战斗力优势 即便导弹力量最终取代航空力量 美国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队也仍将发挥作用 美国航母战术可能会随着战斗经验的积累而演变 但未能适应变化则可能导致致命后果 航母和两栖攻击舰也将继续发挥在陆地投射力量 威胁施压和遏制的核心作用 但航母在现代海战中的角色存在不确定性 以及对投射陆地力量的实际需求量也无法确定 这意味着在与中国的冲突中 美国海军的战斗力可能会小于其吨位之和 潜艇实力无疑是美国的一大优势所在 美国拥有66艘核潜艇 而中国只有12艘 大型核潜艇的能力远超柴电潜艇 航程更远 隐蔽性更强 进攻力更大 美国潜艇上共有1168个VLS单元 而据证实 中国海军潜艇上还未装备VLS单元 尽管有不同专家预计 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生产配备VLS的潜艇 中国的潜艇力量短期内难以赶超美国 原因不是美国在技术或生产能力上拥有持久的优势 而是因为美国在潜艇生产方面曾经积累了巨大的领先优势 事实上 中国的潜艇技术正在迅速提高 它的潜艇生产能力也在不断增长 2023年 国防部的一份报告预计 到2035年 在淘汰老旧系统的同时 中国的潜艇将增长到80艘 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生产水平 尽管其中大部分可能并非核动力潜艇 反潜作战也一直是中国海军的优先事项 它正在改进反潜战术和装备 尽管改进步伐似乎比水面作战能力的提高滞后 保持在潜艇领域的优势对美国至关重要 公开来源的战争推演和战略分析表明 在与中国的战争中 美国潜艇可能会被要求发挥决定性作用 美国的两家潜艇码头 目前就连维持现有潜艇规模所需的两艘弗吉尼亚籍潜艇的产能 都捉襟见肘 随着中国在潜艇建造和反潜作战方面开始赶超美国 美国加大建造力量面临诸多严重阻力 包括材料价格高昂 工人短缺等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海军一定能在战争中击败美国海军 战争过于复杂 不能轻易做出这样的预测 美国海军比中国海军拥有更多实战经验和海上驻扎时间 美国还拥有悠久的远洋海军传统 可追溯至200多年前 而中国这一传统不过短短几十年 中美之战也将是一场联合作战 将会牵涉到空军 陆军 太空部队和网络部队 双方在这些领域的相对力量将至关重要 战略 领导力和运气同样如此 中国也未必能够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乃至太平洋的海军强国 从历史数据中得出长期发展趋势总是存在不确定性 美国还拥有其他优势 比如美国的联盟 经济实力和软实力等 这在分析军事硬件时无法体现 但现有趋势对美国来说并不乐观 半个多世纪以来 美国海军头一次面临在海上失利的严峻可能 而自苏联解体以来 美国也可能首次面临来自新兴潜在对手的海上主导权挑战 中国的海军实力已经让北京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挥舞肌肉 如果美国不能遏制相对实力的下降 世界将面临更加危险和不确定的未来 马上升至北京能央肌肉